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还是想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学习与吃苦这个话题。 在6月22日的那期《讲中国式成功》的视频里, 我们介绍了明代开国文臣宋联的求学故事。 宋联早年的生活十分困难,但他非常刻苦地学习, 最终在50岁时被朱元璋所重用, 他以自己的人生际遇来勉励后辈认真读书。 当时我说道,虽然爽文故事全世界都有, 但中国的爽文故事有一个独特且重要的题材,就是读书, 比如一个书生通过刻苦地学习,吃得苦中苦, 最终成为人上人,十年寒窗,一朝成名。 这样的故事路径实在是太深刻了, 它早已成为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一种朴素信仰和民族心理, 并经常被人们粗略地认为是中国文化重视教育和学习的证据。 只要稍微回忆一下,我们就能发现, 不少耳熟能详的有关学习的谚语、诗句都在强调吃苦, 比如雪海无雅苦作舟,不经一番刻骨寒, 怎得梅花扑鼻香,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手方毁读书池等等。 似乎中国人对教育和学习的重视, 总是要去忍受生理或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这种观念当然也在现代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 今天的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继续揭示这种学习观念的本质。 在中国所有强调苦学的励志故事中, 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悬梁刺骨了。 明代的戏曲剧本秀如记里有这样一句, 《岂不闻古之人悬梁刺骨》,以至于学。 可见,在明代的民间社会,这个成语作为刻苦学习的典范已经为人所熟知了, 这其中包含了两个人,战国时期的苏秦和汉代的孙靖, 我们先来说说苏秦。 史书记载,苏秦家以务农为生,苏秦拜鬼谷子为师, 学习权术谋略,但学了好几年仍然穷困潦倒, 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都取笑他。 某一次,苏秦游说失败后回到家,妻子不来迎接他, 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不愿意跟他说话, 他大受刺激,感慨道,不能换来荣华富贵, 读再多的书有什么用呢? 于是他把自己关到屋里,苦心钻研周书音符, 当夜里看书看到困倦的时候, 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防止瞌睡,血一直流到脚踝。 一年后,他终于觉得研究得差不多了, 可以去说服君主了。 苏秦来到秦国,准备游说秦桧文王称帝, 但秦王刚刚处死了商样, 而且很讨厌说客,不愿采纳他的意见, 于是苏秦就向其他国家都受反秦的主张。 多年后,苏秦迎来了他事业的高峰期, 他联合六国制约秦国的策略获得了成功, 并且佩戴了六国的相印。 在经过家乡时,苏秦的妻子,弟弟和嫂子看到他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势, 都趴在地上不敢抬头,苏秦便感叹, 一个人富贵了,亲戚就敬畏,贫贱时就遭人轻视。 这就是成语前居后宫的由来。 说完了追刺鼓,我们再来说说头悬梁, 这个故事说的是东汉的孙靖。 相比苏秦,关于孙靖的信息就少得可怜了, 人们只知道他读书很刻苦, 至于他在读什么书,为什么读书, 后来做了什么,却并不清楚。 根据《太平预览》援引汉书的记载, 孙靖是信都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衡水, 他早年非常好学,从早到晚读书, 不休息,既不出门闲逛,也不接待客人, 号称庇护先生。 为了避免深夜犯困, 他就用绳子的一端系在自己的头发上, 另一端玄于乌梁,每当瞌睡时低头, 绳子就会扯到头发,把自己疼醒。 最终,他成为了一个当地文明的儒者, 还进入了太学,也就是汉代最高的官办学府。 尽管史书对孙靖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头悬梁上, 不过,我们仍然能够从一些只言片语中进行一些猜测。 首先,孙靖一辈子都在刻苦读书, 那么他到底有多么聪明呢? 根据《楚国先贤传》的记载, 孙靖进入太学后就获得了庇护先生的称号, 也就是喜欢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的人。 当他走到市场上, 人们都说那个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的人来了, 都不忍心欺骗他。 可见,孙靖这个人的生活常识多少有点问题, 给人一种读书读傻了的感觉, 而且还傻到人尽皆知的地步, 与聪明好像完全不沾边。 孙靖的家庭也不富裕, 据说他到洛阳后, 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小屋将母亲安顿下来后才去入学。 那么孙靖为什么这么喜欢读书呢? 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不难猜到。 汉代虽然没有实行科举制度, 然而通过读书获取功名利禄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争相研习儒家典籍, 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自发的兴趣。 当时的儒家学者夏侯胜就经常教导学生, 说, 这段话的意思非常直白, 儒生如果弄懂经书, 那么要做高官就如同捡起地上的草一样简单, 经书弄不精通, 不如回家种地。 在汉代, 有不少贫穷的读书人通过研习经书进入太学, 这意味着有可能免除姚役, 获得官方给的报酬和补贴, 运气好, 甚至还能做官。 这几乎是当时穷人为数不多的改善生活的途径了。 汉朝承袭的是秦朝的制度, 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百姓生活非常悲惨。 汉书, 史获志记载, 当时平民们穿着牛马的衣服, 吃着猪狗的食物。 掩铁专营之类的政策, 使国家对通过垄断市场, 对全民施加变相的赋税, 官吏的恒征暴敛, 让越来越多的百姓难以为生, 逃往山林, 落草为寇。 由此, 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人通过自虐的方式来激励自己读书, 这首先是出于荣无奈。 在当时国家垄断一切获利渠道的情况下, 生存成了人们最为严重的问题, 投悬梁的痛苦, 并不会比动恶而死的痛苦更严重, 这其实是一个没得选的选择, 与一个人是否好学关系不大, 与精神追求同样无关。 在汉代, 学习经书的方式主要是讲解经意, 尤其是讲解文字, 意思和音声。 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 各地的口音不同, 因此背诵范本就成了主要的学习方式, 这种死记硬背试的学习并不需要了解外面的事情, 也不需要思考太多。 因此, 史书记载的不少好学者的试迹, 都是能背书, 且不通窗外之事。 在汉代, 像头悬梁这样的刻苦学习的故事, 比比皆是。 比如西汉时期的匡衡, 年幼时贫困, 点不起灯竹, 便在墙上枣孔, 借邻居家的光来读书, 后来匡衡做到丞相的高位, 成语凿壁偷光, 同样成为中国文化里刻苦学习的模范。 东汉时期的儒者贾魁, 年纪轻轻, 就能背诵左侍传和五经, 且不通人间事, 但因为擅长讲经, 就有四面八方的人用粮食来交学费, 以至于家里的粮仓都堆满了, 可见在当时, 研究好了经书, 即使不做官, 光靠开, 培训班也能致富。 鲁公十几岁的时候学鲁诗, 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 受到其他儒生的称赞。 东汉官员朱牧年少时痴迷背书, 帽子丢了也不知道, 走路时也专心背书, 有时还会掉进坑里, 父亲常常觉得他很愚蠢。 汉武帝时期的朱买臣非常穷困, 但他很爱读书, 和妻子一起去砍柴时, 仍然不忘诵读经书, 引起周围人嘲笑。 于是, 妻子就羞辱他, 和他离婚。 后来, 朱买臣因为奖金, 受到汉武帝提拔, 还任命他做会计郡的太守, 他看到前妻和丈夫, 还在干苦力活, 就把他们一起接到自己的车架上。 不久, 他的妻子就羞愤自杀了。 这些故事, 有不少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正面典型, 但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 他们的内核都是高度相似的, 那就是, 当事人都是出于某种匮乏动机, 才刻苦读书的, 比如强烈的耻辱感, 或者生理上的匮乏。 因此, 这种学习, 也完全是功利性和工具性的。 比如苏秦这个人, 苦心钻研权谋和帝王术, 他只是想找一个君王, 将自己的谋略售卖出去, 至于是秦王还是其他的什么王, 都是无所谓的。 正如我们在讲励志故事的那期视频里所说的, 中国人从小耳熟能详的许多励志故事, 大体上有这样两个特点, 一是底层崇拜, 主人公起初活得非常惨, 充满了耻辱, 仇恨和痛苦, 但这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 而且底层的精力, 还赋予了他一种道德上的合法性, 也就是因为我早年受辱, 所以后来我翻身了, 干什么都是正义的, 二是主人公的远大之向, 与权力秩序是完全重合的。 读书类的励志故事, 当然也是如此。 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虽然是满腹经纶, 但他们在人格发展水平上, 却更像是一个受伤的儿童, 内心始终被某种原始和强烈的情绪支配着。 这样的学习方式, 当然也很难具备启发智慧, 拓宽知识的作用, 他并不鼓励思辨, 质疑和开放的头脑, 不需要一个人有对世界的兴趣, 和对于现象背后原因的解释欲望, 不需要一个人有对世界的好奇心, 相反, 越是有这些素质, 就会可能干扰这种学习。 由此, 我们也可以明白, 为什么许多古代的读书人, 即使学习效率那么低, 也还要靠悬梁刺骨的行为来坚持, 因为这种学习的活动非常机械, 毕竟标准答案摆在那里, 目标明确, 且不需要创造力, 所以是可以通过吃苦和自我压抑, 来提高学习效果的。 然而, 吃苦式的学习, 却培养不出高级的思维能力, 比如提出假设, 反思和抽象思维的能力。 相反, 他对于这些高级思维能力, 起到的是抑制作用。 如果说中国人所理解的教育, 总是离不开吃苦, 那么, 西方文化的教育传统, 则截然相反, 他更强调自由探索, 惊奇和闲暇。 这里我们以爱因斯坦为例, 在爱因斯坦1946年创作的字数里, 他继续了发生在他上大学之前的两次惊讶, 第一次惊讶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 父亲送给他一个罗盘, 指南真的精准, 令童年的爱因斯坦, 感到深深的惊讶, 他感到事物的背后一定隐藏了一些东西, 值得探索。 第二次惊讶是他12岁的时候, 当时他发现一些数学定理, 可以完全凭借纯粹思维, 而不需要经验就能推理出来, 这令他印象深刻。 在字数中, 爱因斯坦还提到, 自己12岁时开始, 对国家产生了怀疑态度, 这种怀疑态度影响了他的一生, 使他确立了敢于对任何社会环境里, 寄存的权威观点, 进行反思的能力。 1895年, 16岁的爱因斯坦, 进入瑞士的阿劳州立中学读书。 在这一年里, 他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可以光速逃跑, 那么他就会处在一个不随时间改变的场中, 但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他第一个关于相对论的朴素想法。 爱因斯坦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他认为, 这与该学校宽松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他总结道, 与德国中学的教育相反, 这里的教育是自由的 和需要自我负责, 自我约束的。 我对于这所学校的无法磨灭的一个印象就是, 他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依赖外界权威的思想。 在瑞士的苏黎世工业大学就读期间, 爱因斯坦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好学生, 因为自己无法做到遵守秩序, 做笔记, 自觉做作业, 只是在临近考试前, 靠好友的笔记, 才维持了中等的成绩。 他觉得自己, 几乎因为应付考试 和被迫学习而对科学问题失去了兴趣。 他感慨道, 使用强制手段或给人灌输责任感, 确实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一头猛兽不饿的时候, 用鞭子强迫他不断地进食, 特别是人们提供的食物还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即使他很健康, 也会开始慢慢厌恶进食的。 对于像我这样喜好深思的人来说, 大学教育并不总是有益的。 毕业后, 爱因斯坦进入瑞士专利局工作, 在专利局工作的七年, 也是他人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七年。 1905年, 爱因斯坦发表了四篇改变世界的论文, 光电效应, 智能公式, 狭义相对论等概念, 均在这一年提出, 因此这一年也被称为爱因斯坦年。 他坦言, 专利局的工作使自己不为生活焦虑, 同时又很清闲自由, 没有什么压力, 能够用大量时间来自学。 爱因斯坦的主要成就都是在他的前半生完成的, 在他对前半生的陈述中, 我们看不到任何对于苦难和发愤的强调。 爱因斯坦认为, 自由和宽松才是创造力的源泉, 而干涉、控制和权威性则会扼杀人的生命力。 这其实也是西方众多思想家的共识, 比如亚里士多德和伯拉图都认为 闲暇是智慧的源泉。 波兹曼认为, 是希腊人发明了学校的概念, 在希腊文中, 学校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 这反映了一种雅典式的信仰, 那就是在闲暇时, 一个文明人自然会花时间思考会学习。 舒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说道, 一个内在丰富的人对于外在世界确实别无他求, 除了这一否定特性的礼物——闲暇。 他需要闲暇去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精神才能, 享受自己的内在财富。 他的要求只是在自己的一生中, 每天每时都可以成为自己, 我们看到各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人物 都把闲暇视为最可宝贵的东西, 因为闲暇置于每个人的价值, 是和这个人自身的价值对等的。 幸福好像就等同于闲暇, 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过, 迪奥根尼斯告诉我们, 苏格拉底真是闲暇, 甚于一切。 所谓闲暇, 就是人们平时说的安乐安逸, 认为它似乎是一种不好的东西。 当然有人会说, 爱因斯坦、亚里士多德、 舒本华等人并非普通人, 他们的闲暇能创造价值, 而普通人是做不到的。 然而, 我们这里讨论的本就是一种理想性, 而非现实性, 正如悬梁自古, 也不是常人能做出来的, 但仍然被很多人去追求和模仿, 归根到底, 是因为人们认可悬梁自古中存在着 某种崇高的境界, 认为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而西方的教育传统则认为, 自由的人格是智慧的源泉, 怀疑精神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精神边界是独立的, 追求闲暇, 也是为了让自己的精神世界 尽可能地免受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强迫, 正如我们在探讨兴趣的那期视频所说的。 不自由分为两种, 一种是受外力控制的不自由, 一种是受制于内在的不自由。 受外力控制的不自由很容易识别出来, 比如说父母要求你必须按照他们的规划来生活, 这样的不自由相对来说是容易解决的。 而受制于内在的不自由则具有迷惑性, 个人内心被各种内疚、悔恨、负罪感、羞耻感所绑架, 他无法分辨和行使自己的意志, 他的内心充满着两种, 甚至无数种互相对立和矛盾的声音, 无法分辨哪一种才是代表真实自我的。 但毫无疑问、内疚、负罪感和羞耻, 这都是创伤导致的匮乏状态。 当然,真正的闲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比较少见的东西, 但这不妨碍自由人格被视为一种成长的方向。 关于闲暇这个话题,我们以后会继续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 请联系我的邮箱。 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 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 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 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 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 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